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设计的内容是比较广的 其实可能从框架方面 既涉及到OpenStat 又涉及到Methos 可能还有Combinetics 但是大部分其实有一个就是 我们如何把GPU的资源去应用到云当中 无论是我们的S层的云 或者是我们的基于容器云里头 这个就是我主要的工作部分 但是今天可能我们主要介绍的内容就是 我们在Methos里面做的对GPU 作为一种可以调度的资源的支持的情况 这个是一方面是出于我们IBM自己 有一些项目的需求 等会我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再一点就是我们和MethosFear以及和Media的team一块去合作 真正把这套东西去做到我们的Methos社区里头 这个就是我在讲之前先就是调研一下大家 就是有多少我们有多少同学会在自己的云里面 想要或者已经去支持了一些有关Cognitive 认知计算或者是低分比相关的应用呢 或者有这种需求 请举下手 谢谢 看着其实人数还是挺多的 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说因为也是随着近两年吧 因为深度学习包括AI一些技术 现在这两年爆发式的增长 所以可能我们很多的公司会有将深度学习 或者认知计算的这些API去提供到云端 给其他的用户去使用 有这种需求 那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因为深度学习这个东西 特别是深度学习 认知计算现在后台的API也是具深度学习 它是一个计算量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用CPU去算的话 如果大家是有经验的同学 可能很清楚这个 做一次influence 就是在线部数据 比如说我去使这些张图片 可能用CPU就要若干秒钟 如果我做一个training的过程 就是我去训练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 可能需要短折若干的小时 长折几天上月 特别是一些语音的模型 可能会去跑若干个月 去做一个模型 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迭代来说 就会非常的慢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的 做现场识别的话 这个API可能我过好几秒钟才能返回 这个对于其他的用户也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们在深度学习里面 这两年用到的一个特别火的技术 就是用Amedia的主要是Amedia的GPU 进行一个加速 所以从现在来看 GPU其实用的最多的领域还是Deep Learning 但是也包括这个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去用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科学计算的领域 以及一些就是我们比较专业的领域 比如说经济的 比如说对于股票的预测呀 或者对于这个蛋白质序列的一些分析 也大量用到了GPU的加速 所以GPU现在可以看作是做这种 深度学习或者认知计算 一种很重要的资源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去解放CPU的复载 而且它的计算速度会比CPU会快很多倍 这个我们下页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是GPU和CPU 现在的一个计算能力的比较 大家看左边那张图 就是绿色的线 当然这里已经不是最新的GPU了 就是K80这款微量的GPU 大家可以看到它 无论是从计算能力 还是从它的memory的带宽来看 已经超越了CPU若干倍 然后大家再看这边 就是靠左边的这张图 右边的这张图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最右边这个用GPU 这个绿色的最短的这个线条 这个是GPU去执行一个深度学习任务 它所用的时间 和左边这个蓝的相比 也是大概 这个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深度学习的一个任务 大概有10倍左右的效能提升 所以就是说 对于做深度学习来说 可以说用GPU或者类似的这种加速器来做 是现在 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种选择 Metals对于GPU的支持 其实在深度学习活起来之前 也有很多的用户去问的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在早在2011年 其实已经 最早已经有用户去问 什么时候Metals能够去支持一些特殊的 指定的一些设备 去在Metals里面能够去 在Metals里面的任务能够去有个Sense 这件事情都很早就提出来了 当然在最近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这两年 所以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IBM自身 因为IBM现在也做很多Cognitive相关的一些应用 我们自己底层的架构 也需要我们能够支持 对于GPU这种资源的支持 从而对深度学习 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的部署提供加速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Metals 对于GPU支持的一个出发点 这个就是我们想干的事情 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不用穿个仔细了 就是相当于是做容器云冲上到下的一层 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 从整个架构的情况下来看很简单 就是我能够把除了CPU以外的计算资源 这里主要是现在做的是GPU 以后我们还会做FPGA 把这种加速器的资源能够暴露给容器里面 一方面就是我容器里面起的Task 能够有效地去利用这些GPU的资源 另一方面我的调度器能够对这些资源 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和现在管理CTO和memory资源一样 以及对于GPU和其他加速器的资源 进行有效的一个隔离 这样我一个Task的任务 我就只能用分给它的有效的这些GPU的资源 剩下的资源是不允许它访问的 其实就是完成一个这样的工作 这一块是讲的是GPU的云虚拟化的一些历程 因为其实无论GPU在VM里面的支持 或者在容器 特别是Docker里面的支持 它其实都牵扯一个GPU的虚拟化过程 那么以往传统的做法就是在VM里面 GPU是常用这种PCI Password的方式 去直接透传到我的容器里面 透传到我的虚拟里面 这样子做的话 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当我一个GPU去Password到 我的一个特定的虚拟里面的话 我这个虚拟里面 无论应用是否在跑 这个GPU就已经绑死了 它不可能再会被分到另外一个虚拟里面 除非我前面这个虚拟销毁 这样子的话 GPU的利用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么随着现在容器的技术的发展 其实对于容器来说 它的GPU使用就非常灵火了 因为其实容器只是对于一个进程 提供了一个它的资源的约束 以及一个运行的环境 所以它并不会像VM里一样 把GPU相当于绑死到一个虚拟里面 我如果可能的话 我多个容器可以同时利用同一块GPU 但这个从技术上可以实现的 因为VM里一样的GPU本身也是支持 多个进程同时去访问的 但是这里面我们想提到 是我们并不想让多个进程去共享一个GPU 因为这里面有性能问题 也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点是 我们当一个任务结束的时候 我可以迅速地把这个资源去release出来 这样的话这个GPU就可以供别的人物所使用 但是这样用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手中去管理 包括我们Methos也支持 现在是支持这种资金率资源的使用 包括我从马拉松也可以去往下透传我自己的 比如说我用Docker Container Rider的话 我可以去透传Docker的那个刚刚device的命令 我可以把这个设备映射到容器里面 我也可以去用GPU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真正用起来会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人为的手动去管理 哪一个GPU分给哪个任务 任务完了以后我可能分给另一个GPU 这个过程完全是我人为或者是丧程的软件 我自己写的这个软件需要去控制的 这样就很不灵活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对于GPU访问的这个控制 就是比如说 我是否一个任务独占了一个GPU 别的人会不会去略权去访问我这个GPU 也完全需要用户自己去控制的 所以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不管是稳定性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需要在MySource里面做一些扩展 使得这个GPU真正它的隔离性能 就是它的调度方式 完全由MySource去掌管起来 这样子的话 我上层用物质需要去定 我需要几个GPU的资源 这样的话我的MySource商家 会自动的把这个资源调度给你 上层软件不需要去关心 我到底是用了哪台服务器的哪一个GPU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上层软件来说 就解除了很多这种资源管理的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一部分是我们的需求了 还有一部分是现在我们接触的一些客户的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GPU也不是最近两年才诞生的 之前其实就广泛的被使用 其实大部分的使用产品可能是这种HTC的机群 里面会有很多GPU的应用 但是随着近些年现在整体的这个系统架构的发展 大家可能现在不会再去用传统的这种单节点 非常庞大的架构 大家可能都会用Micro Service 都会用容器 用这种更加Distributed的这种微架构的形式 去搭整套的系统 所以就是说 这样就要求我们 其实对于GPU的使用的方式有一些改变 因为传统上我们可能只要维护一个GPU的机群 这样就相当于我申请任务的时候 我去要你的资源 然后跑完了释放 这传统的HTC的一些软件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现在因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Mysos 或者用马拉松 对这些任务进行对容器进行调调 以这种微架的形式去起 所以其实我们把GPU的支持 做到Mysos里面是现在非常 无论对于我们IBM来说 还是对于外面我们的客户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我们其实还是去选择 对于Docker 主要是对于Docker进行一个支持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现在其实提供了 对Mysos Content Writer和Docker Content Writer都有支持 但是我们的真正使用的这个GPU的镜像 还是两者都是使用的是 现在现成的这个Docker的镜像 因为Docker其实大家知道它有很多的好处 一个是应用非常广泛 可能大家在很多人在生产环境里面 也确实都现在正在使用Docker容器的技术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Docker来说 我们就是现在有很多现成的虚企 包括了Media自己也做了很多 GPU相关的镜像可以帮我们去使用 所以说我们自然而然都想到 我们会去兼容Docker的镜像去做相关的事情 这一块提及一下就是Media Docker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相当于是Media官方提供的一款 对于Docker的支持 就是对于在容器内使用GPU支持的软件 它本身是一个单机版本的东西 它就是说它规定了一些容器 Docker镜像的一些生成的一些方式 包括它也给出了官方 官方的一些包含GPU里面的Cuda Library Cuda就相当于是GPU使用的一个Runtime的Library 会提供这种官方的镜像 然后它又提供了这种软件包含 Media Docker相当于是对于我单机 单机的容器可以对于GPU进行访问的一些共识 这里面我们其实在Mesos里面所做的很多工作 也是参考了Media Docker里面的一些特性 这个我们在下面会说 然后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随着Docker现在很火 所以有很多县程的深度学习的框架 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接种了Docker的镜像 可以直接的去用起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有Cafe呀 Conserve Flow这种深度学习的框架 我们都可以直接从DockerHub里面拿到 这块其实还是说我们为什么不用Docker 就是说从IBM内部的脚步上来 首先一方面我们IBM内部其实积累了很多 就是做各种深度学习框架 包括优化的呀包括配置的这种 里面有很多就是已经现成的一些Docker的Image 包括DockerFam我们想把它重用起来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免去了这个系统迁移的这个工作的负担 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可能对于大家也一样 就是我们开发的来说对于Docker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为什么我们会去坚重Docker的镜像 就是先去无论是用Metal's Container Riser 还是Docker's Container Riser 都是以Docker的镜像去入手 以这种方式去做深度学习的一些工作 因为其实这部分深度学习的这些软件 和其他我们的一些应用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其实对于很多的Library 包括VediaGPU的Library 以及第三方软件的Library的依赖是很重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更希望用这种镜像的方式 去为我每一个应用提供一个可以运行的环境 所以说如果直接在物理机上去装这些框架 或者什么就是用传统的Metal's Container Riser的形式 去跑这个应用的话 物理机就需要装很多万七八糟的框架 可能还会有兼容性或者其他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的一点考虑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想做的事情 就是相当于就是把Metal's Docker 去通过Metal's去扩展成多机的一个版本 把中间的这个Docker的Demon 去换成Metal's的 整个的Metal's包括它的computer 去做替换掉 这个就是前面都是介绍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介绍 我们在Metal's里面现在做的一些工作 首先就是说是 其实对于GPU来说 做支持没有想象到那么简单 其实这里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因为它和硬件设备相关 所以其实它没有那么的抛口 就是没有的那么灵活 因为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 可能如果里面装上一个和硬件无关的 这个应用的话 它其实是放到任何系统上去跑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Docker本身它的机制 保证了它可以跨平台的去运行 但是对于和GPU相关的应用来说 就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GPU需要用到它本身的一个kernel module 就是这个是在我们装上GPU驱动的时候 它就会在主机去插入一个kernel module 而这个kernel module必须与我们容器内的kernel module的版本 是相同的 这个Docker里面的应用是在这台主机上是跑不起来的 这个其实本身也是Docker自己自身有的 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内核其实还是依赖于物理 主机的内核的一些机制 所以说我们如果和内核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library啊什么的 如果装到容器里面 就会有这种兼容性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说的一样 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说如果我的镜像内的library和主机的kernel module 所支持的library的版本如果不一样的话 这个镜像里面的应用程序是没有办法去跑起来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相当于是需要去做一个 做一个类似于共享kernel module的一个工作 我们并不打算把kernel module去装到容器里面 而是在主机里面 当它这个容器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真正的这些library直接插入到这个容器里面去做 这个是一方面 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如何对于这些GPU进行一个资源有效的合理 因为其实我们想把GPU的管理和CPU memory一样 就是用多少 我给你多少 也不允许你跃权去访问 你不允许访问的部分 所以我们另一方面需要做一个这个GPU资源的合理的工作 这块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刚才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应对于这个kernel module不匹配的问题 我们相当于是把物理机的这个主机的这些library 相当于我动态的去加载到这个容器 容器的环境当中 而不是在容器里面另外去装到library 这样的话 对于我的多节点的机群来说 我无论这个任务调固在哪一个节点上 也许这些节点的GPU驱动的版本都不一致 也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相当于我都会把主机的一个library去插入到你的这个容器里面 就可以保证我容器里面对于GPU能够正确的访问 这个kernel module是个什么一样 就是这个插入的这个driver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底下这个文件路性 这个其实也是NVIDIA Docker Plugin 就是NVIDIA提供的一款软件 它本身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相当于想要把这个功能去重新的去实现里面 并且把它去集成到 集成到Methos里面 因为GPU我们当时也讨论过 是直接去把NVIDIA Docker Plugin 集成进来 还是我们自己做一套 最终决定还是自己做一套 因为这个其实涉及一些第三方软件包的这个 我们会不想把更多的 就是直接依赖于第三方厂商的一些东西 去集成到Methos的内部 所以我们选择了重新 做了它的一个迷你的版本 相当于我在Methos起来的时候 它会检测我的 我系统里面的GPU 所相关的这些library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去收集到一个固定的路径 就是相当于是NVIDIA杠 XX就是相当于我GPU的一个版本 就是我把它全部收集到了一个特定的文件夹下 然后当我的一个需要用到GPU的镜像起来以后 我会把这个文件夹下的这个路径 直接作为一个Valium去插入到这个容器里面 这样的话GPU它就相当于 我容器里面的应用程序 就可以去访问GPU的 主机的GPU的library 从而达到对于GPU资源的一个访问 那么这块来说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去把这个镜像 去把这个Valium插进去 什么时候不插呢 这个其实我们会去检查 Dotter Image的一个label 当然这个label也是 就是NVIDIA官方提供的镜像 它都是以这种机制去实现 什么情况下去插这个Valium 什么时候不插 就是它会检查这个label 如果有这个NVIDIA driver的label 我就会把这个镜像插进去 同样经过这个就是具有这些label的镜像 我必须在容器里面确定一些事情 就是我插进去的这些label 什么在容器里面的环境里面 它能够正确的找到这些label 所以需要我们在容器里面去 把相应的这些label的路径 去加到容器的环境里面 如果我们要是自己去做这个 GPU的镜像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下面这一点 需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写 就是相当于把我的mount这个点的全去路径 我需要去写到它的环境面量里面 以保证我这个Valium插入的话 我的应用能够确定的 能够找到这些label 当然如果我们用了媒体 官方的这些镜像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也做了这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于GPU的 做的隔离方面的一些 就是我们能够实现的部分和不能实现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可以说是 对于物理的核心可以做到一个隔离 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两块GPU卡 那么我只分给第一个容器一块GPU卡 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够做大的 然后再一点就是 对于可能有两块GPU在同一个板子上的这种卡 比如说这个特斯拉K80 这块卡就是一块板子上会有两个GPU核心 那么我也可以做到 把一个GPU的核心分进去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做不到的是 我只把卡内的一部分的东西分给你 比如说这块KudaCore的概念就是 它和那个CPU比如说有四个核 有八个核的概念一样 当然GPU的核非常多了 现在最新的GPU可能有三千多个核 就是说我把里面的一部分 它叫KudaCore 把KudaCore 比如说我把里面四分之一的KudaCore 分给其中的一个任务 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支持的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的VDA的驱动 本身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VDA现在它的驱动允许多个应用 跑在同一块卡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不提供这些进程之间的资源的隔离 包括我对KudaCore的隔离和Memory 和Memory的一些隔离 Memory的隔离是支持的 就是KudaCore的一些隔离是不支持的 所以来说我们这里做的 这个GPU的sharing 其实我们没有做GPU的sharing 就是说我们允许的这个调度和力度 只是单个物理的核心 因为这样子可以保证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越界去使用到我们不希望用到的资源 当然如果其实VDA它本身也是 只是对于大部分的应用是不推荐GPUsharing的 GPUsharing唯一推荐的使用场景就是 比如说我们用MPI或者OpenMP的这个任务 我们会用到GPUsharing 所以在这里面为了就是还是为了说是 对于资源能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掌控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区版本是不支持GPUsharing的 当然我们自己Memory内部 我们有自己的版本 我们就是在我们自己的workflow都可控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GPUsharing是在某些 在某些场景下其实是有挺大的行程提升 这个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可能做一些相应的改动 其实对于GPU这个 GPU它本身这个设备的映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GPU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装到系统里面 而且把驱动装上了以后 其实它出现可能是这几个设备 就是我们上海DV底下 在DV的路径下我们看到这些设备 其中有三个东西是必须的 就是它的control interface Unified 或者说UVM以及UVM tools 这三个是必须的 然后它是通过这个NVIDIA0和NVIDIA1 当然这是两块卡的情况 三块卡可能还有NVIDIA2 它拿这个东西去做GPU 真正去做核心的隔离 所以其实做隔离 真正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只把相应的NVIDIA的Data的interface 去放入容器中 然后当然剩下的这些 它的control interface 还有其他UVM的一些东西 是每一个容器 如果我要用GPU都必须放进去的 否则它是不是有办法去工作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版本 需要去检测GPU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会有 autodiscovery的功能 就是我Methos起来以后 我会自动的去检测 系统的多少GPU 还会去检测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需要用到一个第三方的 Media的一个Pool 叫NVIDIA的这个Pool 所以的话 这样的话就涉及 这个编译的版本 如果我编成NVIDIA了 我把这个Pool编进去以后 我其实更希望它既能够 攒有GPU的机器上跑 也可以在没有GPU的机器上跑 所以这里面我们其实 现在是可以支持的 是用了一个 dynamic loading的一个技术 就相当于我同样的 我把NVIDIA铺铺 编到这个Methos里面 编一个它支持GPU的版本 那么这一个编好的二进制文件 是既可以在有这个铺的 有GPU的机器上跑 也可以在没有铺 没有GPU的机器上跑 所以真正上 Methos是编一遍 它就可以在我们所有的集群上 去用同一套的二进制代码 去把这个应用跑起来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的进度 就是现在的GPU的隔壁 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是 既支持Methos Container Reader 和Docker Container Reader 现在的进度是Methos Container Reader 在Methos D.0版本的基本功能 已经完全都做好了 就是它能够做到 GPU资源的自动的检测 能够起个任务去 比如说我使用两个GPU资源 然后我的Methos Recruiter 可以去支持 把GPU真正放到这个容器里面 而且能够做到GPU的隔壁 以及我可以拿Methos Container Reader 去起一个Docker的镜像 去起这个现在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对于Docker Container Reader来说 现在这个功能 在社区最新的代码里面 还没有完全merge进去 merge了一部分的功能 这个大概很快 很快代码就会进去 就是以后 Methos Container Reader和Docker Container Reader 两者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随着大家的喜好去使用 这里面就是 我们需要去阐述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支持 这两种框架 其实这个 这个也是从 这个我们也和Methosphere 其实透过很多的讨论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Methos Container Reader 其实是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后可能就叫Unified Container Reader了 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用的 到一个Configure Reader 而且从我们自己的限制 就是当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不想那么快的去转移到 Methos Container Reader 因为我们很多其实现在的 这个应用已经用于 生产环境的内部的生产环境 所以我们不想去帮这个线去换 所以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因素 就是说是现在可能 PGUnified Container Reader才放出来 它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稳定 所以相当于Double Container Reader 是作为我们一个过渡阶段的开评 我们也是在衡量 在不断地去衡量 这个Unified Container Reader的 这个成熟情况 一旦他觉得他已经可以用于 这个考担心的部署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任务全部去迁移过去 然后这块就是说是对于GPU的资源的运用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去写Framework 或者去真正在上面跑一个Framework的话 我们给所有 我们就是定义了一个叫GPU Resources 这个Framework的一个capability的label 这个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只有你指定了GPU Resources这个capability的label 你上面的框架之后指定了这个label 它才能看才能收到有GPU的node发的offer 其实这里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因为其实特别是在现阶段 在我们的集群里面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GPU 可能有GPU的机器只是少数 那么这样来说 我其实不希望的是 我一台有GPU的珍贵的机器 被别的没有GPU的任务 把它全部撑满了 这样我GPU的任务要跑的时候 可能发现没有资源了 这个事是我们不希望看到 当然这个应该最好的 最合理的解决方式是 我可能会制定相应的 针对于GPU的调度算法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做 所以作为一个最简单 或者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是说我们去制定了一个GPU Resources的 这个capability label 就是我的框架手指定了这个label 我才能去拿到具有GPU资源的 这些node提的offer 这样的话我任务才可能去调度到 这些节点上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在现在并没有提供 对于这个GPU 就是标 label的功能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支持 整个机群里面有Ego的GPU 比如说我有的机器是K40 有的机器是K80的GPU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这个agent的attributes 这种方式去实现 就相当于我可以去检测这个GPU的attributes 然后把它去作为一个label 去打到这个agent的上面 这样的话 我比如说用马拉松进行调度的时候 我可以设constraint 让某一个任务值跑到某一个有GPU需求机器上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需要的 因为随着GPU型号不同 它的性能可能差别很大 甚至有一些GPU 它的显存会比较少 有一些大显存的任务 可能在上面根本就跑不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标 attribute的这种方法去把它解决 那么说了那么多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想去用 Mysos的GPU的功能 我们怎么样做呢 就是说是首先我们的物理机 需要装GPU的驱动 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机器上也要有GPU 然后再下来我们需要装一个东西 叫Media GPU Deploy Toolkit 这个东西其实主要是提供了我们刚才说的NVML 就是做GPU检测的那个头文件 当然如果大家用比较新版的驱动 比如说辅导8.0以上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Media已经把它寄存到这个驱动里了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单独装了 装完以后就是我们在编Mysos的时候 需要指定它的头文件的位置 就是要指定一个-mysos 把这个指定以后现在就是Mysos编译完以后 它就能够自动的检测GPU 并且所有的GPU的功能就会开启了 然后再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去准备GPU的image 这个我们根据Media Docker里面 我无论是用它里面编译好的这个就是现成的这些镜像也好 或者就是说我去按照Media Docker里面 它有很多Docker file 我们按照它的这个规则去写也好 然后去制作自己的镜像 然后我这我去跑的话 就是现在当然Docker Company Writer 现在还真正没有代码没有完全Merge进去 如果完全Merge进去的话 就是它使用和我们使用其他的这个起Docker的任务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资源上你可以去指定就是GPU 就是GPUs 就是可以额外在CPU memory啊 这些资源以外 支持叫GPUs这种资源 你指定一个这个Task 就会起到有GPU的机器上 而且把一个GPU去透传到的容器里头 然后对于Message Content Writer 我们需要去指定两个FLAB Isolation的FLAB 就是CGOOPS devices和GPUemedia 因为对于Message Content Writer的话 我们的这个CPU的隔离其实是用CGOOPS去做的 所以我们定义了两个FLABs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说 现在既有Message Content Writer 又有Dock Content Writer 那么我们两个东西怎么样去结合起来 能否结合起来去用 我们这个系统是怎么设计的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渊源的 就是我们整个从当时做这套GPU支持的 这个演进的角度上来给大家做一下 因为最早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在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是Karen 就是Message Sphere的一位同事 真正去Initulate这个工作的 当时最初的版本是 只做了Message Content Writer Message Content Writer的一部分支持 所以当时其实这个架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会 引入了两个额外的模块 一个叫Amedia GPU Allocator 一个叫Amedia Volume Manager AlloCator它的作用就是 它从后台去相当于去管理这个GPU的使用 以及被使用的情况 它会记录哪一个GPU已经被使用了 哪一个GPU没有使用 然后如何 一个Task来了 我把哪个GPU真正分配给你去做这个事情 Amedia Volume Manager它的作用就是 我会去真正看哪一个容器我需要GPU 就是我会检测那个Docker Label 然后我会把它的Driver去动态的插进去 以及在Message刚起来的时候 我会去把所有的Amedia的这些Libraries 全部收集到一个不定的路程 这个是Amedia Volume Manager做的事情 在最早的版本中 这两部分全部是在Amedia GPU Isolator里面做的 而Amedia GPU Isolator它本身是在 Message Container Writer里面的一个组件 然后 先 我们为了支持Docker Container Writer 然后我们相当于把这两个组件去真正剥离了出来 就是把Amedia GPU Allocator 和Volume Manager 真正的去从Message Container Writer里面 拨抵出来 现在它是两个独立的模画 这两个模画其实可以被Message Container Writer 和Docker Container Writer所共享的 现在最终的架构就是这种形式 就是说 我的Docker Container Writer和Message Container Writer 会共享这个GPU Allocator 这样子的话 简而一件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在Message里面既可以起Message Container Writer的任务 也可以起Docker Container Writer的任务 这样的话 两个任务可以去share GPU的资源 它们可以协同工作 而不会出现说 我可能一边把GPU用了 另外一边还不知道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我的Volume Manager 现在也是两方面可以去共享的 这个就是对于Docker Container Writer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也是最近一直在做 所以这里面我们做的 和Message Container Writer的不同点 就是我们对于 一方面是对于GPU的isolation 还有一部分就是对于 我们GPU driver的gen的加载 完全都是用Docker demo 成熟的这种方式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对于GPU device的一些isolation的control 我们是用Docker的-device的这个命令去做的 然后我们对于Volume的管理是通过-volume 这个命令去真正把它漏了进来的 相当于我用了Docker的成熟的一些解决方案 去真正做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样的就是在至少在现阶段可以很快的达成一个满足生产 完成要求非常稳定的一套系统 而对于Message Container Writer来说 它的这个GPU的isolation是用C-gobus去做的 然后Volume的话也是相当于用Message原征的一些方案去做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GPU知识工作的release的情况 一部分就是Message Container Writer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功能都已经支持了 是在Message 1.0以后就已经完全支持了 包括它也可以使用Docker的镜像去真正去起这个任务 然后对于Docker Container Writer的支持 现在merge的部分的代码 放下代码在review中应该也快 就是我们可能会在Message 1.1或者在1.2版本真正release 然后当然我们还在一个Sys里面做了一些其他的支持 比如说马拉松 马拉松我们现在对于Message Container Writer 现在马拉松是支持使用GPU的 这个是在Message 1.3版本里面支持的 然后对于Docker Container Writer的话 其实现在潜在法也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Message的Docker Container Writer 现在其实代码没有真正merge进去 所以马拉松相当于我设置了一个filter 把它这个功能给禁用掉了 所以一旦Message的支持以后 我只要把这个filter取掉就可以完全提供支持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的Cermanentis on Message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明年吧 明年也有去支持这个GPU的打算 因为我们相当于会用这个东西 现在也正在设计中看看怎么样去对这个GPU提供支持 然后这里还想说的一点就是Message 1.0以后 就是包括我们GPU的这些feature 现在除了支持X86的服务器以外 也支持IPM的Power 8以及OpenPower的服务器 这个现在都是完全兼容的 包括Message 1.0以后的版本 对于Power 8的服务器也是完全支持的 就是编辑方法都一样 大家在X86上怎么编辑 在Power上怎么编辑怎么跑就行了 然后在Power上的话 这是我们System Team的一些实测的结果 它还是有一些性能优势的 因为其实Power的机器 它主要的比X86的优势 就在于它的单核的多线程的处理能力 所以当像Message这种调度框架去处理 复材比较重的这种多进程的任务的话 它其实还是相对有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 然后这个 这些就是 大家也用太想细的去看 就是可能关注的一点就是中间那个 就是相当于如果大家是用GPU的话 就是考虑在自己的新的集群里面想添加GPU的服务器的话 可以考虑IBM Power这款服务器 因为它是支持现在最新的NV-Link NV-Link NV-Link是Nmedia里面的技术 就是说它的代宽会比现在传统的PCIE的3.0要快2.5倍 所以现在在X86上面就是GPU和GPU之间是V-Link GPU和CPU之间是PCIE 3.0 然后在Power最新的这个8RLC for HPC上面 就是CPU和GPU之间也是总和V-Link 相当于大大提升的内存的代宽 这个是我就是想特别感谢的一些合作者 其实这里面列出来的这个当然不分线或顺序了 我可能只是平时交流的有的比较多有的少一些 Kevin真正是这个项目的相当于发起人 包括Messus Content Writer也基本上是他做的 然后Rigid和我是一块做了Double Content Writer的一些工作 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包括MBM以及Messus Fia Twitter的一些同事 还有Amedia的一些同事去做了一些像Engagement 包括很多的工作 所以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就是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Demo 当然这块我们也是采用录像的形式 因为也是有现场的这个场地限制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去利用Messus和马拉松去起一个 利用GPU的Cognitive的一个小的Demo 大家可以跟随我看一下 这个显示有点问题 不过没事也不一定想看 就是大家看 就是现在我把GPU编译进去以后 这个我们就会在Vigent 包括在刚手电上就会看到有GPU资源的信息 比如说我这台机器有两个GPU 我就会看到现在有两个GPU没有用 然后就是可以去使用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马拉松里面我去起一个任务 当然这个马拉松我们用的也是支持GPU的一个版本 我们先登录上我们的一台机器 然后我去在马拉松上面去post一个任务 而且这块再解释一下 这整个Demo是在我们的Power环境下去跑的 其实在X86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对这个是我们马拉松的YAML文件 大家需要注意看一点 这块其实是GPU GPUs就指定了有一个GPU 就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使用机器的GPU的资源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应用去post上去 post到马拉松上去 然后当然现在马拉松的界面上 我们还没有做出修改 就是在机面上其实是看不到用多少GPU的 但是它的后台会击步 然后这个应用就真正现在已经running了 running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PU 已经有一个是used了 就相当于还剩了一个空前的GPU 这个时候我们从framework也可以看到 这个任务占用了一个GPU的资源 agent这个页也可以看到 就是总共是两个 现在分配了一个资源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访问一下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其实是一个小的demo 就是大家能够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小demo 就是它背后用一个深度循迹的模型 我们去上海人家我自己的照片 电脑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你猜测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看什么喜欢那些歌手之类的信息 其实后台它是根据您的那个年龄和性别做的一些推测的 不好意思说错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其实是看你和哪个明星长的对象 我好像最像一个韩国的明星 对这块用的是这个demo 这块就是我们也会在CPU和GPU共同跑 当然这个值不是说是真正可能性能上差别就那么大 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去 仅仅去衡量CPU和GPU的性能对比 只是访问这个API 它后台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但是一般来说使用GPU和不使用GPU相比 对深度循迹应用一般是有10到20倍的性能提升的 然后这个AVIDIA SMI就是一个想当于AVIDIA提供的命令 我可以看到上面任务是真正是起到了GPU上 就是说我容器里面真正是用到GPU的 这个就是我真正起的task在这边看的 对然后我把这个任务删掉以后我再去看AVIDIA SMI 底下那个任务就没了 上面两个因为这台机器相当于是还有别人在用 还有他们自己的任务在上面跑 对然后这块就看到GPU就释放掉了 行那这就是demo也就这么多 也就是说今天呢我的演讲也就到这了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时间好像还正好 大概有5分10分钟 好 那个您好 那个因为我之前在那个Docker上也用过GPU 然后也看过那个NVIDIADocker的那个插件 然后用的情况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跟你搭动一下 第一个就是那个GPU监控的事情 然后目前看起来的话在物理机上监控是很正常的 然后在容器里面的话 因为NVIDIA那个驱动它PID监控用的是物理机的PID 所以在容器里面监控是有点问题 所以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解决 因为监控的问题我们在本身在Mensource里面 现在还是没有做的就是Mensource里面我们想 就是也应该就是不久吧 就是我们把到的contentrider功能做完 我们会就是拿Mensource那块去暴露GPU的一些使用的信息 您说那个问题我们也遇到了 其实就是因为在容器里面 它的那个PID值和物理机看到的PID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Mensource里面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这个我们当时在OpenSource里面上解决到 就是还是从主机向它主机上去监控 如果从里面的话 建议可以使用好像是浪 就是在达克里面它有一个传一个参数 对浪PID 对 用这种方式 因为现在暂时来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个就刚刚你只是提到过那个GPU主网的事情 就是OpenMP还有MPI的这些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主网上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用过万兆网卡和InfinityBond的卡 然后想听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经验 组网的话其实我倒真没有去做过 但是GPU来说组网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InfinityBond的吧 就是我没有相关的这些测试数据 那个刚刚你分享刚开始的时候 说那个Isolation是有PerCard和PerCall 然后我不清楚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我这边用的时候都是Device 就是Device隔离的那种 其实我说的PerCard和PerCall 其实就是您说的你的Device 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GPU它本身 就是可能没有接触过 就是因为有的卡 它是一块卡里面就一个核了 大部分卡可能像比如说K40 那么一个卡插上以后你看的就是一个Device 但是比如K80它一块卡里面其实是两个核型 它插到上面就是两个Device 其实就是对于Device隔离的 你好我问一下 因为Mysos这边还是做Unified Nested Containerizer 就是说从一个container里面 在Nested起另外一个container 在这套机制里面 现在GPU的Isolation 或Block 如果Block 应该怎么去记得 这套机制的话 因为Unified Nested Containerizer 那一部分代码 其实我没有去看过 但是如果从C工夫本身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的 或者就是可能需要的工作量 可能也不见得很大 就从技术上应该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Cognitics上做过类似的东西 它那个Pod和这个其实也有点像 我们也是做过类似的办法提供的 你好 刚才我听了你的那个讲座里头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做法 原来都是CPU 就是Locker 那种方式管GPU 和Munified 管GPU 你这边现在已经实现了两个东西 互相知道了 而现在这个技术是说 是开篇的还是 能消失的 这个技术其实是开篇的 只是 现在代码还在review中 所以Locker Containerizer 这一部分代码 现在没有完全的 就是进 进Mesos Mask Grunch 但是应该 我觉得在 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 应该这部分东西 就能够进去 就大概 就真的能用到 但是从我这边来说 就是包括我们内部去使用了 是有这个版本的 就是两百多支持 其实不远的将来 会两百多支持的 还有 两位朋友有问题吗 因为其实我这里想再多说一点 就是刚才就那个OPMP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个工作 后面想做的就是 对于GPU的那个 拓补结构的 一个Wellness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两块GPU 从现在来看 如果他们不在一个PCI Bridge上的话 他们P2P东西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话有一些应用 可能比如说现在的卡费 它会用到两个GPU 这样跑的话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步 但这部分在Mesos上设计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部分可能会花些时间 但是这也是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就谢谢大家